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青浦区 一所废弃的私立中学内 这里在疫情期间被改建成了一处临时安置点 主要大家居住的地方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宿舍楼 我们这个点现在一共安置那个救助人员是49人 其中三人是阳性出院还没晚7天的医学观察人员 还有46人都是治疗人员 包括7名流浪汉还有39名社会面治疗人员 这些人员我们从上个月4月19号开始陆陆续续安排进来 安排进来以后经过有些在静泽镇有居住地的 我们都已经把他们送回去了 剩下的人员都是在静泽没有居住地 一时半会因为分控回不去的 所以我们就把他统称为治疗人员 这些人员在我们这里都是有一日三餐 都是我们有当地政府统一保障 然后我们给他一人安排一件 然后给他们配上个人必须的生活物资 这些人在我们这边 我们原则上是只要你能找到你们老家 或者是居住地的接收证明的 我们就送你回去 自己有车的可以送上高速公路自己开回去 没有车的我们可以买火车票 我们送你到火车站 安保人员是这样的 我们分外场和内场 内场有两个工作人员跟他们住在一起 一正楼上面也是单独单间坐在里面 他们的工作就是照顾好他们平常生活 有什么需求的跟他们联系 然后再跟我们外面的工作人员联系 还有就是我们做核酸检测的时候 需要他们来通知一批十个人下来做采样 还有有可能有些个别人员 有基础疾病的需要配药的 也是跟里面的工作人员联系 然后再由我们外场工作人员 去负责和医疗保障组来对接 然后跟他们买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